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新冠疫情延绵不去,虽然美国疫苗接种工作已陆续进行,但由于传染风险仍然持续,为此,小生医疗中心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将计划与盛盖博谷多个城市携手共同设立疫苗接种站,帮助确保疫苗可以公平分配。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全美范围内继续推进,为帮助疫苗接种服务不足的地区,小生医疗中心今天在盛盖博谷大剧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未来计划将与盛盖博谷多个城市携手共同设立疫苗接种站,为缺少疫苗的社区、教师及必要工作人员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与教生医疗中心合作的深盖博谷地区各民选官员也纷纷出席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包括加州洛杉矶郡第五区郡政委员凯瑟琳·巴格、雅凯迪亚市市议员郑博人等都表示,感谢教生医疗中心,并希望政府可以扩大此类具有联邦资格的健康诊所模式,更有效地落实疫苗接种工作。 为了帮助更多社区的民众可以更有效地接种到新冠疫苗,迄今为止,非营利机构矫生医疗中心,已帮助近9000多名老人、教职人员以及杂货店、餐厅及食品工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频